桌上大量籌碼还有老板加油的手板 都是嫌犯利用真人美女 吸引年轻人献上赌博的工具 刑事局破获以徐姓男子为首的帮派成员 涉嫌经营献上博弈与暴力讨债 总共逮捕六人 查扣弹夹 土制暴裂物以及电脑主机等相关证物 这次本队破获了这个犯罪模式 是利用女性核官 真人发牌的方式来吸引不特定的民众来线上签读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这次的集团所利用的 像这个发牌机 还有直播器 还有灯光 以及这个筹码 都是这一次徐姓祖贤所使用的设备 那最主要的目的也是提供新兴的方式 来吸引年轻的族群来上线签读 那等到这个被害民众没办法还钱的时候 就利用组织的请他成员来做外场的 对被害民众来讨战 甚至把民众的财产及车来与签轴抵押 警方追查发现徐姓及潮信嫌犯 更曾在今年4月16号 涉犯砸毁中轮派出所电脑的松山之乱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二大队 就被害人因为在五博网站欠下大笔赌债以后 遭到暴力恐吓讨债的这样的一个案件深入追查 发现到这是其中的犯嫌涉及4月16号松山分局中门派出所 妨碍公务指导案件的徐姓兄弟及潮信对象 有涉及在这个暴力讨债的案件当中 对于黑帮的暴力行为 刑事局等同宣示警察逆袭加倍奉还 不容帮派分子有挑衅公权力的机会 记者综合报道